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24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2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253.60,收盘价是246.38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是在255.75,最低价是在245.63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10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下方 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12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 K低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下,双线是继续下行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 MACD,双线也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 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向短期空投趋势转变的强度在增强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7月23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红K线 它是一根下跌的K线 那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向下反转这样的一个走势中 那当日的这根K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 然后股价上方是在256遇到了压力 然后股价是一路向下 那收盘在当日K线的底部 那收盘价跌破了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 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略有量缩 那出现这样一个高位的反转向下 并且带有大的成交量呢 那日后股价应该会有进一步的下行 那进一步下行的目标呢 股价将会测试20均线值 好 这是我们对这根K线信息的解读 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 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 我们对7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 收盘价会在255或者是在260 那另外一个预测呢 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 收盘价会在252附近 实际在7月23日收盘价是在246.38 股价是出现了反转向下 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啊 在开盘和上方的压力位 就是我们预测的压力位和开盘是基本相符的 但是呢 很遗憾股价没有出现上涨而是收在了低位 那我们预测和实际的发生是完全不同的 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预测的一个回顾 那我们从K线信息解读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 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 那对于7月2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啊 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233 现在在到达233之前啊 这根绿K的最低是243 还有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 我们测算是在240附近 还有一个就是237 那这三个位置呢将是股价在到达233之前的支撑位 其中20日均线值啊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 因为它是一个重要标志 那这一波回档如果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20日均线值呢 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转为空头趋势的 也就是日后股价很容易去测试233 好那第一个目标如果被跌破 接下来第二个目标依然是177 在到达它之前目前这个缺口 或者说这条下行趋势线和今后K线的焦点将会成为支撑 177之后的目标就是168 好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 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 仍然是271 目前股价要想到达271 7月23日新生成这根红K的最高256 还有上方的258 265都会成为压力位 当然在到达这三个位置之前呢 5日均线值将是重要的标志 日后呢股价只有重新占上5日均线值 才有可能去测试上方的压力位 好那这是到达271之前的压力 那么271如果被占上呢 第二个目标不变 依然是299也就是300关口 第三个目标是314 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下行和上行的分析说明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7月24日开盘之后 我们要关注的位置 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50 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上限 那股价在7月23日盘中 如果在上方运行呢 是容易收高的 但是呢 如果在250下方运行是容易收低的 那到了7月24日这个观察位呢 我们要调整到245 245就是这根7月23日这根红开的最低 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 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 股价如果能够在前低上方运行 我们认为才有可能出现反弹 否则股价将会出现进一步的下弹 进一步的下行 所以这是我们关注245的原因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目前我们有一个60%的多头仓位 最后一次加仓是在7月22日收盘价 246附近5%加仓 那这60%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217 是在这个位置 到了7月23日收盘价是在246.38 那这60%的多头仓位呢 在这个位置是可以停力出场的 因为目前的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 之前我们给的停力的位置是守这根绿K的最低 那么由于7月23日出现了高位的反转向下股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呢 那我们现在给出的停力位置应该是在它的最 也就是在这个收盘价是可以停力出场的 那如果不想停力出场 想继续持有 那么当然在7月23日收盘价 我们给出了停力的建议 当然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 更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 所以到了7月24日我们要给出的停力的位置呢 应该是继续是这根绿K的最低是244 然后止损的位置我们要守240 是7月24日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 那股价一旦跌破了240 这个仓位应该即刻止损出场 那在这里我们指的止损呢 是对于多头趋势的止损 而不是亏损的那种止损 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 那么在前一个交易日 我们说过任何加仓的位置 都是初次建仓的位置 如果在7月22日收盘价 有5%的进场抢反弹 我们给出的止损位到了7月24日 仍然是守这根绿K的最低 是244 好这是我们补充说明的多头仓位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 空头目前新生成这根红K之后 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256 那么他们的目标是20均线值 是在240附近 还有一个目标就是下方的233 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7月2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呢 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 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 谢谢大家 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 5日均线值是从245到246之间 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248 第三个压力位是256 第四个压力位是258 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面两根K线的最低 是从244到246 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 在240附近 第三个支撑是237 第四个支撑是233 好那接下来我们给出7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下行 如果是继续下行 它将是低开盘 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 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46 下方最低会到达238 收盘会收在240附近 如果股价最低到达了235 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将会收在236附近 那出现这样继续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6的 当然它还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 那满足了这些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 好那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在我们做这期视讯的时候 由于财报的信息呢 目前在盘后和夜盘的时间股价现在是到达了228 226这个位置 那我们预测的这个位置和现在的股价实际上是相差非常远的 我们也不排除在7月24日开盘是一个大幅的跳空低开盘 然后在这个地方生成一个滤开股价 然后出现上行 这是一个会也可能会有这样一个走势 当然也可能会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 然后在这个地方进行横盘 那么我们做的这个股价的预测呢 完全是依据我们的K线信息和我们的金线计算来得出的 而不会参考市场信息 好这是我们对这样一个预测的补充说明 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 如果出现横盘 它将是低开盘 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 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39 最高上方会到达248 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6附近 那出现这样的平盘 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39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横盘 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2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